政府强制的士司机今天开始去到指定检测中心检测 的士司机由今天开始到22号 朝九晚九可以到13间业界专属的检测中心 免费做采样检测 在其中一个指定检测中心 由马地多层停车场 早上有几十个的士司机排队等检测 司机要打电话预约 检测如果程阴城 48个小时内会收到电话短信通知 另外也可以自己到社区检测中心做测试 但就要收费 他们需要保存阴性报告 以便在25号到下个月下23号 驾洗的时候被执法人员查核 否则会被罚款5000元